那個84巷這邊的側溝跟大盤裡面去 所以 也因為新宮處呢 那時候在做這個11米的計畫道路開闢的時候呢 它整個路基都墊高 所以說也把整個當初排水的那整個水路的話呢 給堵住了 所以現在廣磁公園的話 現在要下大雨的話 其實就會積水 那就變成怎麼樣 變成說現在捷運施工單位的話呢 像中華工程好了 它每次它就要準備抽水機 大概八部抽水機去那邊抽啊 那我們希望說 今天在第一標 然後要進行開工的時候 能夠針對這部分的問題 然後一併的處理 我想這是第一點意見 那第二點意見的話呢 是有關於 目前就是有關簡報 第二十頁停車場出入口調整的問題 現在的話我們大概知道 因為整個工區施工的話 然後 沿線會有一些停車格的取消 所以說在廣磁以前就有的福德坪 這邊的話有蓋了停車場 那現在就有停車場的話呢 它的出入口 其實是從大道路96上這邊進出 那有時候我會看的時候 有時候或是晚上 我有時候開車來這邊的時候就發現 其實那停車場的話雖然零停 但是車子是滿的啦 所以說我們這種自小客車的話 其實要在廠外stand by 那當然車子的話 目前的話是停在大道路96上這邊 這個地方 然後再位停 那以目前二十頁的一個規劃的話呢 是把停車場的出入口的話 規劃在大道路側這裡 那我擔心以後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其實你施工車輛的話呢 會從大道路這邊進出 然後 就自小客停車場的話呢 也從大道路側這邊進出 那其實第一個會有交會啦 那第二部分呢 就會說 如果萬一的話到時候 我在停車場這邊stand by 要準備進場的時候 其實可能也會造成 不管是工區車輛進出上面會有問題 或者說工區車輛有時候 在進出的時候 也在大道路上面微停 那導致呢 我今天我自小客要進出 這個廣磁停車場上面的困難 所以說 我這邊有點建議就是說 是不是有可能 在整個廣磁這個 新闢的這個臨時停車場這邊的話呢 其實進出口的話呢 是不是可以 北移到離口街80巷這個地方 我記得那個地方的話 其實有一個 類似像當初進出福的平宅的一個出入口 我記得有這樣子的一個出入口啦 所以說請施工跟規劃單位的話 其實可以考慮一下從 就是自小客要從那個地方進出 如果說萬一到時候車場滿的時候 然後要stand by的話 其實也不用把車子停在大道路上面 這是我兩點建議啦 第三點的話呢 其實我想跟讀法局這邊反映一下 就會說 其實行政機關上第一個一定要 遵守自己所訂定的法律 其實像都市設計準則怎麼定 其實你們在設計上面其實就必須怎麼做 對 那 其實 即使你的設計上面跟之前不一樣 其實也應該要在每一次的簡報的時候 把那個差異性給對比出來 能夠讓民眾知道 對 要不然這種 這種 變更設計 然後 在沒有通知民眾的情況下呢 其實會讓人覺得 感覺是有點在 在偷偷摸去進行你某一種 那個工程或是設計 其實這樣的話會破壞 整個政府跟居民之間的信任 我想包括說 黃昌或是大陸工程的話 最近在做那個工程 我想高醫生反應的 我覺得其實也是這個原因 就是 其實 民眾很願意相信政府 但是呢 因為 你今天 你一點小小的疏失 然後幾次之後 我想民眾其實對政府的信賴感 其實會下降 我想這是 我今天的意見 那還有再來就是說 最後一個就是 今天這個實用說明會的話 因為我剛剛聽黃昌講說 等到建造取得之後 然後會 會巴拉巴怎麼樣 那 但是我記得我那次我去開 都市 應該說 幹事會的時候 其實有提到就是說 我們地下室開挖 是 是先審 但是建築物本身的話呢 其實 後面的話呢 然後會再做 另外一次的 一個都市設計的審查 那到時候懂 就是說 意思是說 會有 允許地下室先開工 然後執照的話呢 應該說開工的許可的話 是會發兩次是不是 所以我想確定一下 今天這個說明會的話 只是單純在談 整個 地下室開挖 的一個施工說明會 還是說 它是一個廣業的說明會 但是呢 後續的整個 我知道這個 這個開發案的話 基本上要跑都省 那 是整個設計都已經完成 都省都跑完了 還是說 目前的話 基本上 都市 設計審議的部分的話呢 其實還在進行中 請教一下 沒有 我講一下 在105年 當 在105年的時候 11月份就有講過說 年底之前就要把它拆除完畢 在105年 還沒有拆除 那是怎麼樣 那時候 105年 確定有講說 會看的時候 有講105年 105月份之前 有把它拆除完畢 結果 106年也沒有拆除 這個問題是在哪裡 再來 你剛才我講說 那個 歷代的話 64米 你讓我們的 都發姐來講一下 是怎麼樣的情形 可以這樣子 來做一個 能不能再檢討一下 讓我們知道怎麼樣 有這麼大的 其他都沒有 其他都沒有 是讓大家來一個 讓民眾來知道 為什麼有 本來想多少 現在一直變 越變越大 那我們要知道 是什麼原因 才有這樣的發生 綠代怎麼可以 只有在北側 是一個沒有斷層的地方 然後南側有斷層 卻是建築物 請你說明 有關這個 這裡 先生 你找一項執照跟後面 那個建築執照 部門 你會跟老闆 講 好 各位裡面 有關那個執照的 這個流程的部分 我們在這邊稍微說明一下 這個案子 因為是一個統包案 那 依照 法令的規定 它是可以 邊施工邊設計 所以剛剛 主任所這邊所提到的 確實 我們在第一次的督審 是通過的是 地下擋土措施的審查 那這一塊 已經可以拿到雜像執照 所以做的是 地下的擋土措施 至於地下室跟地上物的 這個整個建築物量體的部分 目前還沒有通過 都市設計審議 還在進行中 那這個進行中 表示 後續的建築執照 也還沒有申請 因為這是一個 連續性的動作 所以我們在 現在開工完之後 緊接著可能會進行 這個 試裝 整地移速 然後才開始 施作雜像執照的 擋土措施 就是連續幣的部分 那 在這個施工過程 其實是可以爭取到時間 就建造的部分 繼續進行 督審 跟西部設計的部分 來申請這個建築執照 那等到我們的連續幣 部分都已經 施作完畢的時候 這時候執照的部分 也已經申請下來了 它就可以繼續施工 這個是在建築設計上面 跟符合法令規定的情況下 大概一般現在外面 所面臨到比較大型的案件 都是採用這種方式 邊設計邊施工的方式 來作業 那這個請問一下 做我說明 有關這個 煙水 還有停車場出入口規劃 跟剛才理長講的 那個64米綠袋的這個部分 回應一下 有關剛剛提到這個 中央道路有抬高 那導致南側公園的部分 淹水這個情形 我們也是趁這樣的一個 大型的一個開發案 做一個全區的一個高層的檢討 那去確保後面 不管是人型的部分 公園的使用 都不會有淹水的情形 那這個因為 目前我們是只有第一標發報 那後續可能是等這個 其他的廠商進來之後 我們針對所有這個高層 比較有疑慮的部分 做一次一個全面性的 一個檢討 那確保後面都不會有 這樣的一個淹水的狀況發生 那再來是停車場出入口 調整的部分 這個可能後續 我們還要再跟這個相關單位 再辦理會堪 來確認這個方案的一個調整 下禮拜一就會再辦理 以上回應 謝謝 綠袋呢 綠袋還沒回應 有關這個綠袋的部分 很抱歉我們今天沒有準備一個 比較完整全區的圖面 可以來做說明 那剛剛我們看到 好像只有第一標顯示 有一個60米的綠袋 其實我們南側還有一個 接近一點多公頃的一個 南側的公園 它是在A標的後面 就是行政大樓的後面 那不是公園是廣場 它總之是一個大型的綠地的開放空間 那其實我們當時是遵循領局長的一個規劃理念 就是希望南北均衡 就原本南區有的一個綠地空間 我們在北區也做一個 那這樣子除了是 做一個綠地的南北平衡以外 那也是為了 未來一個逃生避難的考量 就是說我南跟北 都有一個大型的避難空間 來 不管是公仔裡面的人 或是周邊居民 都可以來做這個 未來的一個逃生避難的場所使用 那請設計 南側也是60公尺綠袋可以嗎 這樣才是南北均衡啊 對不對 我講設計啊 不是應該這樣 設計不是說 那個小姐我跟你解釋 設計如果有這麼簡單 就不會有建築師 不是說北邊60 右邊60 左邊60 就不是這樣子 對啊 那既然你可以南北邊60 為什麼 那我們也這個東西當然討論很久 我想在我們這麼優秀的團隊 設計的下 我們沒有辦法去滿足 所有人的 但是我們會盡量滿足 大部分所有人的 我只能這樣子跟你報告 那請你解釋一下 那 這個東西 都是去過專家設計的話 我只能這樣 如果你個人有這個東西 那 我是覺得 請問一下 我們只希望你解釋 為什麼把住宅放在斷層袋上 然後沒有斷層的地方 變成綠袋 請你解釋啊 那 我們把圖調出來 請 請撥我的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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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請撥你們的設計圖 請把你的設計圖放上來 你可以在網路上面公開的回應這個問題嗎 沒有問題 請你在網路上說 那個沒有在斷層袋上 你們蓋的沒有在斷層袋上 好不好 這樣子 事實上 剛剛建築師所說 其實我們在網路上 請給我搜 有針對這個斷層 這個分析 有一份報告在上面 那 我們會在回應資料上面 提供你這個網址 你就可以看到 我們當初的 這個針對這個斷層 所做的一個 完整的 一個地質的 地質的調查的報告 好 可以 那 然後 那個報告我們都看過 那個的確在斷層袋上 你們現在規劃的幾個洞 幾洞 建築都在斷層袋上 然後 你們那個 斷層是你們 專探的時候 整個柱子上拿上來 其中有斷層 你們在報告上 規避了 他們的連續性 我們 好 那我們來請專家好嗎 沒有 你要請 沒有關係 我們請市政府 找另外的專家 檢核 我們請的專案 團隊 確實是 有舒適的 你也趕快去找一些專家來 看看他檢核 他的那個 報告是不是有 問題是你們的專探呢 本身就避重就輕 好 可以不給我 給我 麥克風 我們 如果捷運局也在場 很好 捷運局 你知道 當初 信義縣 本來是規劃到廣池 後來 就只有蓋到巷山 為什麼 請你說明 台灣很多斷層帶 當初有這樣的規劃 停在巷山 也只考慮 可能會通過斷層帶的地方 所以那時候先規劃 停在巷山那個地方 那後來在 九二一地震之後呢 第一次跳法所裡面把 那個 我們所擔心的那個斷層 化為 他是不會活動的斷層 所以 捷運就 在大家的希望 也在建設 這個 有捷運 民意代表也為各位 來做爭取這樣子的一個捷運 所以就把捷運 往 這個福德街這邊來拉來延伸了 那基本上是 不是 那個斷層 我們已經不認為他是活動 那這是 國家的一個 一個 專門的 地質 有關地質的 這方面的 一個 他們定 定下來的東西 我們 因為寸土寸金 台灣就那麼小 所以需要做很多建設 所以我們 有考量過那樣的東西 其實是一個安全的 才繼續往這邊延伸 好 那我要介紹給你們 這個過程當中 都發局請另外一位王錢寅 地址的教授來做背書 但是呢 他的意見 跟 是地質調查所副所長 謝副所長 剛好是相反的 謝副所長說 灰活動斷層 就像等公車一樣 你剛過去 所謂活動跟灰活動 的斷層的定義是這樣 我解釋給大家聽 我有去研究 活動斷層是在 這個我們的記錄上 可以看得出來 從地址上 可以看得出來 那上一次活動的時間 是在什麼時候 在第一類的時候 是現在回推 一萬年之內 活動過的 叫第一類活動斷層 一萬年到十萬年的 叫第二類活動斷層 十萬年到二十萬年以上 那上曾經活動的叫 純儀性活動斷層 台北斷層 我們現在廣詞所 園區上面的 台北斷層 是被當初 在民國87年之前 被歸類為 純儀性斷層 也就是說 它有活動 但是它是在二十萬年前 所以是這樣 後來 九二一之後 本來台灣有 五十五條斷層 但是 地質調查所 被這些信義計畫區 本身也是在斷層上 然後信義計畫區 那麼貴的地方 那些人害怕 他的地價會 他的房價會下降 施壓給 地質調查所 所以 活動斷層 變成從五十五條 變成三十三條 所以在那個時候 台北斷層 也就變成 非活動斷層 所謂非活動斷層 所謂非活動斷層 是說 他沒有資料 這個斷層 什麼時候活動過 但是 並不表示 他不是斷層 他依然是斷層 那謝副所長的 如果你去看他的簡報 他的說法是 就像堵公車一樣 你已經來的公車 你就要等更久 那沒有來的公車呢 可能下一次很快就到了 那這個非活動斷層就是 很久沒有來的公車 可能很快就會再發生 所以呢 活動跟非活動 那是名詞 誤導了大家 所以我們才要一直在提醒 市政府說 斷層就是斷層 不管他活動非活動 他的危險性一樣的 跟我們的人類還沒有那個技術 能夠去抗衡這個斷層的發生 對我們的傷害 所以呢 我們一再的提醒你們 然後呢 現在你們居然把空地留在 綠粒留在非斷層的地方 無斷層的地方 然後有斷層的地方要蓋住宅 我請你們解釋你們的邏輯在哪 那我講一句 這個是個公開的場合 剛才小姐你講 地執所在壓力之下更改 這個是很嚴重的事情 所以在這麼公開的場合 你講了這個話 因為地執所受到壓力 所以他把這個斷層給他更改了 才能夠讓我們這個 這個要負責任的喔 你懂我意思嗎 不是隨便講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現在所有在斷層上蓋的 都是因為地執所受到壓力更改了 那這個部分 當然責任不上我們 並不是 我只是說 你講 在那麼多人的公開場合 這種講這個要 對 這一點我要說明的就是說 並不是 地執所並不是在壓力下去更改 而是新一系計劃區他們被淡化 那如果有違的政府 應該像李鴻元 當內政部長的時候 整個做國土的規劃 然後呢 告訴我們清楚哪邊是斷層 而是有違的政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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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啊 今天讓各位喔 真的那麼冷的天氣 就笑 啊 好 我們最後一位 好 請問杜花吉 南側 為什麼行政中心 換了三次位置 最後為何硬放在最危險 台北斷層的主要破碎袋 不懂 他本來就是公園啊 那有斷層不是問題比較少嗎 我覺得杜花吉不是以公安為主 而是以人為主 那為什麼低洞本來是28層樓 改為27樓 那他們已經有個擁有64公尺的那個空間的 還要把28樓改為27樓 那其他為什麼還是28樓呢 真的很不公平 我們想請 我們想請市政府解釋 為什麼綠帶要放在北側 沒有斷層的地方 不要來 君小姐經理 那個 我們一樣一樣來嘛 好不好 那最後一位也是 君小姐 那有關這個行政中心轉向的部分 我不曉得大家有沒有印象 在去年的一個第一次公聽會 其實我們是擺成職的 那後來當然是 像這麼大的規模的方案 這麼受矚目的方案 大家都會有不同的意見 那我們在綜合之後 那我們講完了好不好 那我們講完了 謝謝師 繼續把它講完 那當時的考慮是 後面有一排 就是可以說是基地上最大的榕樹 那我們經過樹堡的審議之後 他們是建議 那排榕樹是希望就地保留 所以我們所有建築都不要碰到它 變成我的原先的規劃方案 會碰觸到這個樹木的部分 所以我們最後是把它決定轉了一個水平的方向 那等於是它後面就會直接臨界公園 那有關整個公宅高度的一個部分 其實這個在環屏裡面都已經做過了確認 那包括應該做的這個封場的試驗 然後還有一個樓高的檢討 我們都在環屏的時候 其實都已經經過這個委員會的討論 以及修正 謝謝 那邊只有它那邊只可以蓋27樓 28都可以蓋27 其他為什麼都還是28樓 而且他們擁有64公頃 為什麼還那麼好 為什麼好看溝給他們 其實我們這邊沒有圖面來做說明 那個有關您提到那個28樓 那其實它往下看就是那個1.多公頃的公園 那您講的那個60米的部分 其實是這兩棟它朝北側看的一個景觀 那其實我們就整個公宅的視野來講 它都有足夠大的一個綠地做一個面前景觀 那我相信這個也是南北軍的一個調整 它前面綠地已經60公尺了 然後又因為樹要退4公尺 擁有64公尺了 而且那個低洞又把28樓改成27樓 其他都還是一樣保持28樓 為什麼這樣子不公平呢 是不是有強勢的人就得到利益呢 這也是不是不公平的 要整體的 強烈抗風陣 所以有量體有開放空間 不是公平 設計不能彈公體 它的空間已經有64公尺了 還要降低 那別的地方很密集了 還是保持28樓 我不曉得為什麼行政中心要放在 放在那個主要 台北斷城的主要破碎袋最危險的地方 旁邊又有捷引 搞不懂耶為什麼 11米道路本來放在那邊 不是很好嗎 是安全嗎 為什麼要放在主要危險的地方呢 謝謝 我們今天因為 我們還是回到主題 我今天是 環品的那個 評估公開說明會的施工前說明會 所以我們還是針對我們施工的部分 先跟你打 像那個部分 已經都 這個部分都已經經過環品通過了 然後也部分也在申請製造中 然後我們會盡量將所有 市民的意見 我們都會把它奴略下來 然後 我們會 該要回覆 我們都一定會 會出面回覆 然後 里長的那個部分 我們也會那個 施工有關的問題就好 那個 以後正式施工的時候 是不是有一些污染的東西 那包含灌漿之類的 我記得曾經在看過一個新聞 就是說 灌漿的時候 那些泥漿會噴到外面的 的一些空間 尤其是汽車 所以 那個工區 他們就有做一個塑膠袋 把所有的汽車都把它蓋起來 所以我建議這個施工單位 如果有這樣的情形產生的時候 也用這樣的一個保護措施 免得到時候真的去污染到車子 有泥漿水之類的 那洗就很難洗 反而你們會更費工 謝謝 這是我最近剛剛想到的問題 不好意思 跟莊先生回報一下 它不是塑膠袋 它是車用的車套 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其他在其他的案例裡面 我們都會有 碰到有停車場啊 或有路邊停車 我們都會去做車蓋的保護 這個部分會去試做的 不好意思 今天耽誤大家很多時間 也謝謝各位能夠來 我們會捷徑所能 為那個 各位 就是在施工中 我們會盡量 降低所有的污染跟噪音 謝謝 謝謝各位 謝謝